好,所以文字有三个重点 我们选用合适的文字的三个要点 首先第一,我们所运用的文字的图案 就是它的形象 它是像甲骨文一样,就是那个图形 所以这样子的图形有没有用的合适呢? 有没有合配到你这一年出续的这个身上在使用呢? 好,我们来举个例子 水和雨 直接的,这个就是水和雨的能量 对不对? 那如果你的身上是属马 OK,在生肖学里面 马本身就带火的 所以如果你是属马的朋友 你的名字有水 或者是三点水的水字簿 或者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雨字 那么就好比火气震望的你的这个生命能量啊 不断的被浇吸了你这个能量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感受到吗? 其实你是发光发热 具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力气息的一个能量的一个保护罩 去不断的被浇吸了这个火焰 而这种情况下呢,在你的运势呢 就容易遇到,常常呢,会很难有成就 常常会遭遇破坏 或者甚至是健康可能容易出现状况跟问题 这些呢,都是加征累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里面呢 发现的,它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现象 好,我们再举个例子 山和田 山林,山林藏着什么? 你们同学知道 山林藏着什么样的一个生肖? 藏着十二个生肖里面的哪一个生肖? 来,藏藏 看到了吗? 山中藏老虎,对不对? 十二个生肖里面因为没有狮子 所以就是老虎 老虎在山中作王啊 所以如果你是属老虎的朋友呢 你的名字里面有个三字步 那它带给你有帮助,有助力,有好运哦 那如果是属狗的朋友 你的名字里面有田字步的话呢 也祝福你,恭喜你 你能够在你的生活上 可能是人员方面,也可能是事业财富方面呢 是可以有所发挥跟发展的 那如果相反过来怎么办? 相反过来,如果属老虎的朋友,你的名字里面是田字步的字 那虎落平阳会怎样? 被犬欺,对不对? 老虎来到平原平地了,容易被狗欺负 那你的生活,你的运势可能就没有那么合顺了 会比较辛苦了 就会有像这样子的现象了 所以我们说文字它有不同的图形跟图案 它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那合配在不同人的 不同的生肖上面的人在使用的时候 它就可以变化出不同的能量 这就是文字的密码 姓名的密码了